各位大英姊妹,大家好 來到星期二,最後一個星期 神副也今晚會上幾天去溫哥華 希望到時跟溫哥華的大英姊妹在那邊會相見 這個星期六、下星期一、二、三、四 我都會在Brennaby的Saint Francis de Selle 然後9月10日就會在CMCC那邊 幫深淵恩全溫哥華團隊一個公開的避證 所有人都會來的 然後12月13日也會繼續在CMCC 幫英文組別做這個晚上的一個mission 兩晚的,人工哥是英文的 9月10日是廣東話的 剛才說的23、45、67 那四天在Saint Francis de Selle都會用英文的 來到今天的讀經 很多好像說末世的東西 但是有一些內在隱藏的東西 很有趣 有時候會看到我眼睛的 很多時候在這個福音那裡 很多時候有人會問 耶穌什麼時候說祂是天主啊 什麼時候說祂是墨西亞 今天的福音其實是有講的 今天的福音它說 人們會冒我的名而來 祂說祂自己是墨西亞 耶穌繞一圈就說我就是墨西亞 在其他地方很少人直認 直到他被審判的時候 被資制獎 但是在這裏就變成繞一圈就說 我是墨西亞你們都知道的 不過別人會說祂是 但是不要相信祂 這是第一件事 提醒我們隱藏在這裏 第二件事就是 聖經也真的是 有時候我們 這個也是考我們先入圍處的一件事 今天聖經耶穌也有再提及 聖殿會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外一塊之上 我們知道在別處有清洗聖殿的時候 他們說這個聖殿被拆毀三天之後 我會將它重建 我聽過很多次的這句話 但是如果你將問題反過來 問很多人都會答錯的 就是他被人指控的時候 別人說這個人說他拆毀聖殿三天之後重建 接著聖經所說的就說 他們是誣衊他 那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他明明有說這句話 為什麼人家誣衊他 耶穌從來都沒有說過 他會拆毀聖殿 他說我們會拆毀聖殿 為什麼耶穌會提起這一點呢 人的角度 有時有偏差 看所有東西都錯 很多時候 為什麼這些人會看新藥 然後再看舊藥呢 會很困惑 或者很憤怒 對天主很憤怒 甚至會說 耶穌還耶穌天主還天主 就是因為我們的角度已經去了某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不是首先接受了天主的本質是愛 天主本身是為我們 不是害我們 天主的 因為聖經裡面記載的所謂的懲罰 其實是指出 不要繼續走這裏 我們會傷害自己 不要繼續走這裏 我們會傷害自己 其實有很多邪惡的事 而得到慘淡的後果 不是說暴凝 而是 邪是有本質的 善是有本質的 善的本質就是會得到內在的自由 即使可能做善事會有壞的下場 可能會被剝奪了一些權利 可能會被監禁 可能會被殘暴 可能會殉道 可能會被排斥誤解 可能會被人抹黑 但是心中清明 尤其是我們有永生來世的公義 心中可以極歡喜 可以極明亮 可以極信靠 知道這個世界必要過去 但是邪呢 就算外面沒有人審判 逃脫了世界公義的審判 必須應該有的付出的後果 內心是被殘暴了 是被捆起來 是黑暗的 內心是很多的遺憾 很多的孤獨 很多的到頭來的一場空 即使外在沒有人知道 這就是本身這件事 天主指出這件事 在希臘罪的神操裡面 他所說的 就是當我們向善的時候 善神會給我們安慰 惡神會給我們很多謊言 提醒我們過往的罪 但是這個是不得到安寧的 即是他所說的這些說話 似乎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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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擁抱他 就得不到安寧 反過來 如果我們在罪惡之中 善神就會鞭策我們 就會讓我們看到良心的責備 內在的惶恐 和不安 和缺乏那份的喜樂和滿足 雖然惡神至少不再去纏繞我們 反而就好像一切都很順利 但是鞭策是不同的 鞭策是因為我們本身不安 本身是不妥的 這就是天主所謂的審判 所謂的鞭策 是我們內在的選擇所造成的 我們內在的選擇所造成 但是我們只是看我們自己 自己覺得有理由 就會覺得天主是迫害我們 天主的教導 是不是給我的 不是為我的 為什麼不幫我的 為什麼不令到一些東西 跟我的想法不是對的 我有道理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自己認為對的東西 整體上就提出了很多錯誤 如果我們不是用天主真是美 人愛 喜樂和平 不是帶領人一同去走向天主的話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正確的位置去看聖經 或者去回應天主的服務的召叫 我們就會很多時候不斷地去犯錯 不斷地去傷害了人 即使有時候好心都會做錯事 在個人的成性當中 在全體的家庭當中 有時候都會是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看不完 看不完都是留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基督君王的星期 我們都求天主 主耶穌 真是來輔助我們 我們想按你的計劃 但是與此同時 如何在可見的人之中去愛你 如何在可見的人之中去愛你 你不可見的事實 你透過很多人去逼令我們去放下自己 讓我們有這個謙信的心 讓我們有一個為別人懇求的心 讓我們能夠彼此去剃造了解的心 讓我們能夠好好地帶領更多人走向基督 神父在路上也會為大家祈禱 也在這裡祈禱大家 去為神父的旅程 也都所做的 在這幾個星期溫哥華的工作祈禱 自然去到那邊就不可能每天都錄 甚至可能都不會錄 周末都在聖堂那裏 也都可能有些是英文 都不方便借動個架在這裡錄 港道也未必可能做到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神父15號會回來的 希望16、17號左右 我會再開始在這裡錄這個港道 賢主座右 大家